今天是5月30號星期五 今天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日子 因為我的朋友要發他自己的第一張solo的專輯 我剛才說了他的那個大家很熟悉的名字 不過現在 從現在開始呢 要叫他葉乃文對不對 是 讓我們一同歡迎我們最熟悉的葉乃文先生 你好 嗨 哈囉 志勇 你好 佩芬 你好 所有新加坡的朋友好久不見 我是牛奶 葉乃文 現在才9點半嘛 你已經完全醒了嗎 我現在醒了 我剛被你飛通電話 然後就是把我叫醒了 首先在這裡呢 要非常的恭喜 呃... 等一下 你要我們怎麼稱呼你啊 到底 呃...不要叫我葉倩文跟楊乃文就好了 那就叫你 乃文 叫我牛奶啦 叫我牛奶就好了啦 好啦 在這裡首先要恭喜牛奶 因為呢 這張專輯 呃...武士刀呢 上個星期在台灣的 G Music唱片銷售榜當中 是排名第一 全台灣最上銷的華語專輯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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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很開心啦 因為 呃...第一次發自己個人的專輯 然後...也沒想說會有這麼好的成績啦 謝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最重要的是今天呢 就是我在新加坡的發片日喔 我真的很開心 哇...那相信喜歡你的歌迷朋友一定都很開心 新加坡的朋友都很想念你喔 嗯...我也很想念大家 因為...其實我覺得新加坡 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呃...像之前其實我也是因為在 呃...新加坡做了之前SUPER BAN的主持嘛 然後也...之後才有機會發EP 然後才有機會在台灣然後發自己SOLO的個人的專輯 嗯...其實呃...從這個Energy呢 就是呃...離開到現在已經將近三年的時間了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過去的三年包括了Dentry 包括了主持 然後如今這個SOLO的Dentry的發行齁 整個...整個心情整個心態有沒有很大的變化 呃...其實...這個...其實... 當初不在我的人生的規劃裡面 那其實那時候就...離開然後那時候就是在... 教跳舞嘛 然後做...我自己的舞蹈教室 經營舞蹈教室 那就後來有機會到新加坡啊 然後來教舞 然後才被電視台...那時候被電視台看到嘛 然後就想說我要不要來主持 那其實我那時候也有思考...一陣子 因為就想說...自己都已經說要離開了 然後再來主持會不會不好這樣 哈哈哈哈 對...其實那時候我也...我也...我也...我也想...我有掙扎過 但那時候也是因為碰到很多新加坡的好朋友啊 那...其實那時候都有跟我講說 假如有機會的話應該...欸...還是要把握啦 嗯...所以因為可能機會...溜走了...的話 那以後...就不會再碰到這樣子的機會 嗯...然後後來其實有想過 我就覺得...嗯...對...假如說...有這樣的機會應該是...還是要好好的把握 對...然後那時候才做了主持 那之後才有陸陸續續有這樣子的機會回來 那這一次的這個個人專輯武士刀當中 我們可以期待...呃...哪一方面的驚喜呢? 武士刀呢...欸...大家...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武士刀呢...不是那個...砍人的武士刀喔 哈哈...因為跳舞...因為跳舞就是我的武器 嗯...對...然後這一次武士刀呢...是... 對...然後這一次武士刀的這個 title呢...是... 我覺得他把我的心情...然後都寫在這首歌裡面... 然後...其實很謝謝教哥幫我寫這首歌...很貼切 嗯...所以...嗯...那...那...那這張專輯當中的... 那舞蹈應該是很重要的部分喔 嗯...當然...沒錯啊...就是... 那這整張專輯的包括收歌...然後還有選歌... 然後當然還有舞蹈...全部都是我自己有參與... 然後舞蹈是全部都是我編排的... 嗯...那像...主打歌...呃...大家剛剛聽到的脫桃樹... 然後其實呢...這首歌很特別喔... 它不是先有詞...也不是先有曲...它是先有舞蹈... 然後...後來才有脫桃樹的...這首歌... 所以是這些...你先想了那個...呃...舞蹈的那個動作跟概念... 然後再慢慢加入了詞跟曲喔... 對...因為...因為之前我就在想說... 假如這次出來的話...一定要帶給大家... 不一樣的...視覺上的感覺... 那...我...我之前就...那時候我們一開始做專輯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到底怎麼樣的舞...大家沒有看過呢... 因為現在大家之前可能也看過什麼... 什麼椅子舞啊...然後什麼...反正什麼棍子舞...什麼舞都看過... 嗯...我就一直在想...然後...哇...每天就陷入一個... 那種...私心瘋的狀態...這樣... 我就一直在想...因為想說... 出來一定要給大家一個宇宙不同的... 嗯...然後...後來我就上網去搜尋嘛... 然後就先看到一個墨具的一個影片... 嗯...然後它就是...也是... 用一個黑色的布...然後...白色的手套在... 變來變去...然後...後來我就看完之後... 我就覺得說...欸...說明這樣子... 如果配上一個大衣服...然後這樣穿...不知道可不可以... 嗯...對...然後後來我又連結到我... 嗯...那你知道成龍大哥...每次在電影裡面... 就會有人抓他的衣服...然後他就會...欸... 撥桃這樣...嗯...對... 對...然後我就想說...欸... 說明可以用類似這樣撥桃的感覺... 然後用衣服...然後配上音樂... 然後...就會是一個新的舞蹈... 然後...後來才有這個撥桃書... 所以...舞蹈已經不是...不是...呃... 呃...單單的...呃...搖頭擺尾那麼簡單了... 已經是加入了很多的...呃...故事性跟那個...那個... 那個情節在裡面了... 對啊...還有舞蹈... 就是我覺得...我覺得... 要從中國上去找一些創意啊... 要不...不一樣...因為真的是...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發了歌很端... 那就...希望...能夠讓大家... 對我有一個耳目一新的感覺... 嗯...之前呢...呃...牛奶夜奶文也這樣說過了... 新加坡對他來說呢...是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肯定的...新加坡這次戰的宣傳... 絕對不會少... 嗯...對...這一次呢...呃...我在7月中的時候啊... 就會到新加坡去跟大家見面了... 那...當然在這中間... 還是很謝謝所有新加坡的生意朋友... 因為...其實包括我之前在台灣發片啊... 然後...在台灣的一些活動... 那其實他們也有成立一個...就是...呃...部落格... 然後都會把我所有的訊息播在上面... 很謝謝他們... 嗯...嗯...那這張專輯... 今天要正式在新加坡發行第一版當中呢... 就包括了7月份... 簽名會的這個通行證... 哇...很重要...很重要... 對...所以今天新加坡的歌迷呢... 可以衝到這個唱片行去購買了... 那7月份來到新加坡之前... 牛奶奶有什麼話跟新加坡的歌迷朋友說嗎? 就很想念大家...我好像... 因為像之前新加坡的歌迷朋友啊... 都會幫我一個...就是...時間啊... 他們都會說...就會在網路上留言說... 哦...我已經有...幾百天沒有去新加坡... 哦... 對...然後在...在這中間... 有很多很多新加坡的歌迷朋友... 然後因為我...然後... 才來台灣... 才來到台灣來玩... 這樣...然後就順便來看我... 那像之前還有歌迷朋友就是... 以為我之前的... 在台灣的簽唱會是在之前... 然後他們就先飛過來... 這樣... 然後飛了十幾二十... 飛了十幾二十天... 然後就是為了... 想要來參加我的活動... 然後可... 可惜後來沒有參加到... 哦... 那我... 對... 那很謝謝說... 新加坡朋友在... 我... 從出道以來... 然後一直到現在... 對我一直... 不斷不斷的支持... 那這一次我終於發了歌迷... 很謝謝... 呃...你們... 因為... 我覺得新加坡真的... 對我有非常非常大的... 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是... 那我在七月中就會去了... 然後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我... 這張專輯故事到... 這裡的東西太好吃了... 你肯定要常來... 而且我跟你講... 我的好... 我... 我很多的朋友都在新加坡啦... 我也想去看看我的朋友... 嘿嘿... 好... 希望七月份很快能夠看到你... 但今天專輯發行... 我們在這裡呢... 預祝... 牛奶專輯大賣... 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喔... 真的... 我非常用心在這張專輯上面... 加油... 謝謝... 謝謝... 我穿著玩笑 Scriptures... 我幹嘛... 謝謝… 我先準備 untuk... 試試一下喔... hm... 成功... 先等下 你 bouncing起來... 感谢观看